这里就是我们的操作面板 我的操作面板都采用数字按键 市面上看到的一些压韩机 它采用的是触摸屏的 触摸屏的话 故障率高 而且长期使用 可以增加我们的运营成本 这样的话客户不太喜欢 而且操作比较麻烦 比较繁琐 然后现在就采用一块显示屏 然后加上数字按键 这样的话不仅降低了成本 而且提高了效率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的整体结构 你们的一些用法 还有一些参数 我们把这个上盖 塑料盖打开 这个塑料盖是为了保护 我们操作人员 从这边开始介绍 这边呢 这个黄色的小姐 是控制我这个平台的升降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调节我们升降的高度和幅度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个挡板 我们这个挡板呢 有两个用处 一个用处呢 就是为了挡住 固定好我们的纸张的宽度 然后还有一个用处 就是可以调节偏斜的 我们如果纸张斜的话 都可以通过这两个挡板的缺帜度 来调节它那个纸张 进去的平行度 然后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戳子轮 通过这个三个轮子 进行戳子 然后这里 里面这一排 是防双张的 防双张的轮子 如果我们 进纸的时候出现两张纸 然后就卡纸了 然后这种轮子呢 就是防止它双张 而设计的 然后这里呢 可以调节我们的压力 两边压力一定要调到一样 如果这边是多少 数据跟着这边也是多少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进轮 主动轮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过内感应器 我们最小可以压 1.5个厘米 宽度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倒架 我们这里倒架 可以调节深浅的 然后这边呢 也都有指示的 调深调浅 如果我们的痕比较深 那我们就顺时针 如果我们的痕比较浅 那就逆时针旋转 这边就是出脂轮了 然后简单的操作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我们要压的纸张 整齐的 整齐好 然后把这个宽度 相对应的打开 把纸张换进去 它就会显示 有纸了 然后定位好 我们压痕 压痕的数据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操作面板 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一般正常待机的情况是这样 然后点新键 然后上面会出现123567 一直16导 也就是说我这条机器 最大每张纸可以压16导横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 可以输入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道痕 比如说我压100 尺寸是100 然后下一道痕 比如说我压120 第三道痕 比如说压180 或者200 我们的痕只能递增 后面的一道痕 一定要大于前面的一道痕 如果小于的话 它就是不会压的 然后我们这样保存 确定 然后这里点开始 继续为自己上针 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呢 它是全自动的 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我们的人工 成本 OK OK OK